Hello 大家好 我是Fricia 今次這段影片就是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聖誕節結束之後的一個開學vlog 今天是1月8日 也是我第二學期的開始 所以想跟大家來分享給我零碎一點的片段 因為我現在同時間其實也是在拍那個閱讀的挑戰 所以就變成我有一部分的內容 其實是剪掉了那個閱讀馬拉松的那段影片 事不宜遲 我們快玩不多 我們就馬上剪去片 第一次來新環境上課 很緊張 老師還沒到 我現在先除了外套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新芭蕾舞老師 我這個新芭蕾舞老師其實就是類似人答人介紹 找到一個ATA畢業的老師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在那些中央學姓人的芭蕾呢 其實主要是站在一起 時間就不到 其二就是 要是可能地方比較減少一些 其實之前也陸續續試過幾間不同的中央 但是我一不就覺得 始終成人學芭蕾舞這件事 那個基數在香港的比例不算特別大 所以就會衍生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會把不同程度的人 全部炒在一起 可能你一班裡面會有一些已經學了很久的人 可能小時候他學過 大過再學 又或者是有一些是真的完全零的新手 所以就變成你要在那一班裡面 就是你要老師是可以看得完你所有人的所有程度 還可以仔細執行 是有些困難的 第二件事就是 市面上 就是一些芭蕾舞的中央 因為有些人 成人去學跳芭蕾舞 一部分人他們的目的是會有收身或者減肥的 所以就變成整體的課程內容 其實如果要為了迎合更加多人來那個中央去學的話 可能他們的課程內容上是會有些調整的 因此我很幸運 也很感恩地找到現在這個私人的芭蕾舞老師 但因為這個老師 其實主要他不是教學的 就是他收身不算多 他主要都是以舞團為主 那我就終於找到他 那我就跟他是預約大家中間位的一些體育館的上課 所以每個星期上課的地方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也是各個區 昨天試完課就發覺這個老師是搞得非常仔細 他是一個很有心的老師 所以我也覺得真的很幸運地可以嘗試跟他 所以接下來我之後應該都會固定 就是一個星期至少會有一課 可能以後會有兩課 我不確定 但是就會跟他去 繼續去學花淚舞了 早上了大家 那我現在時間是8點多 那我今天是連續兩院東西的 第一個就是俄文的Amazing Talk 九點鐘開始 然後結束了五十分鐘之後就到和希子那個日文讀書會 那所以我現在先清掉一些功課 因為做幾天還沒做完 那我寫了出來要做編記版 那我做完影給老師先 然後就準備開始課課了 上完課 現在來 下來樓下練習 所以很久沒來過學校練習室了 真的有一段時間 因為第一個星期通常都會比較容易找到位置 那我到現在練一會 我想我練到一百點半 差不多八點半 我想我練到十點一個多鐘才走 現在時間是十點 差不多要回去了 我們今晚出GPA 好緊張 我從來沒試過有一個星期 開了學 然後才出上個星期的GPA 然後它顯示 是今晚11點59分出 我看看我等不等到 可能睡覺 我明天才錄 我也錄個反應給大家看 好緊張 好害怕 因為我們有一個政策 是 你GPA要達到 我忘記了三年幾 是三年零 還是三年三 好像這樣 然後 之後 你要過了那條界 那你的獎學金 才可以穩穩代好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套一些座課金出來 那實在太尷尬了 因為套出來 還有 之所以會這麼害怕的原因就是 就是我很多科都是整個星期 我一份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級 所以才害怕 就是你不知道那些老師 他的要求是怎樣 還有今年多了很多新老師 我有兩個 course 都是新老師 然後我唯一 有在大學四年 真正有拿過那些學校的 只有一個老師 我大概知道那個老師評分是怎樣的 然後其他那些 我是完全不知道 其實今天上課 都沒有做些什麼 就是主要是同學自我介紹 然後 講一下這個 course 會做些什麼 那多數第一個星期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 所以就 對 我們收拾了些東西 就準備回去 然後凌晨的時候 去我洗手間 然後就 順便開來看 1月9日的1點幾 Safe 太好了 有三年五幾 就是 有些不是特別好 例如這個B plus 和這個B 是 比較想中 又不可以說比較想中低 這科比較想中低 有一點 但是其他的我覺得都合理 因為這個就是我之前說 之前拍片和大家分享過 很難的心理學的功課 然後這個 因為我有一次 表演不小心超市 所以 這個我也理解 這個為什麼會是 我最低的grade 現在這樣 起碼我穩固的 保住了我再學感 怕了整個星期 現在終於不用怕